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Astor心灵分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在Facebook上post了一次 然后反应非常热烈的 我现在想跟大家再讲一次 就是YouTube的版本 它是这样讲的 有两个人在聊天 你就是斩柴的 你的朋友就是放羊的 场景就是这样 第一集 它说你是斩柴的 它是放羊的 你和它聊聊一天 它的羊吃饱了 你的柴呢 斩柴的陪不起放羊的 什么意思呢 你两个聊天 你聊天的时候 人家放羊的羊 吃草吃饱了 但是你的柴呢 你没有斩柴 结果怎样呢 人家的羊就可以吃饱了 它可以回家了 但是你那天是没有收入的 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请你放弃一些无效社交 什么叫无效社交呢 就是没有果效的社交 我以前卖地的时候 很现实的 你可以说是很现实 你可以说是非常焦点 还有很有效的社交 就是 譬如我们去到一些社交场所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 你应该是80%的时间 是在networking的 然后20%的时候 做admin的 如果 譬如我见到我的好朋友 很多导师 是100%的时候 要不就在教东西 如果不是教东西的时候 就在做admin 那你就死了 譬如你看看我们 为什么我每天会拍照 收藏分享呢 这个属于社交媒体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去分享自己 所以我有exposure YouTube也有收入 你们也有得益 然后我又可以顺势 讲一讲 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节目 那就OK 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人员 或者你是唱歌的 跳舞的 总之你是需要有名气 然后你一个星期拍不到一集的任何东西的话 你的生意一定是不会好的 因为我们需要80%的时间 network 20%的时间 做admin 如果不是的话 你的生意一定会做得好 OK 好了 所以呢 变成了出去写 还有出去写交 你写交的话 一个星期有5晚 是不是 然后加上6天 这样 然后星期六日 晚上 我们当三个session 早上的session 夜晚的session 然后星期夜 又是三个session 一、二、三、四、五 就五个session 然后星期六 早上 有三个session 加上八个session 加上星期日 晚上和人吃饭 就九个session 然后星期日 的上下午 以前去了教会 那就不算数 因为 教会没有生意做的 你知道的 特别是我们做投资的 你都不用指望 你不断讲一下 产品 教会又不可以做 不可以卖保险 不可以卖金融产品 不可以做这个 全销产品 你一做的话 很快 你的名字就照 一照人就请你走 你不要以为 教会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 爱的 但是你要 under 某些规矩 Anyway 第二集 就说 斩柴的人陪放羊的人 在那儿寥寥一天 表面上黑一无所获 但是斩柴的人通过放羊人寥天 知道哪个山的柴多 哪个山的路好走 哪个山布满京激 第二天收获多多回家 那就是大家有时聊天 这是第二个场景 就是两人聊天 似乎不拉家 一个是斩柴的 一个是卖 一个是养羊的 放羊的 有什么拉家 不是 因为斩柴的人要走山 放羊的人也要走很多山 然后两个沟通之后 大家就知道 哪个山好走 哪个山不好走 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 沟通是很重要的 找对人聊天 少走湾路更重要 我们小学当时 有一本课本是这样说的 叫做 教人此路不通行 可使脚力莫浪费 就是你说 别人知道路不适合走 别走 那别人就省回力水 这是一个超级好种子 好 第三集 又来过 你是放羊的 不是 你是斩柴的 他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聊一天 于是 你学会了放羊技巧 原来让是者没有放的 他学会了斩柴技能 原来柴是者让斩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 师是老师的师 永远保持空杯的状态 什么叫空杯状态 就是 我自己 有个 我觉得我有个态度挺好的 就是 每一次我去上堂的时候 我会倒清我这杯水 例如是现在 这杯水就没了 被我喝光 我会倒掉这杯水 什么意思就是 每一次我上堂 我都会把我知道的东西 清空它 那又怎样呢 然后就当自己是一个小学生 从来没上过堂 然后跟着去上堂 那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你学什么东西都很新鲜 然后学完之后 我才再选 有哪些资料 是我已经知道 哪些资料我不知道 其实老实说 好像我们这些上堂精 基本上 上了二十多三十年堂 无论是上理财的课程 或者是上 一些宗教的课程 灵性的课程 其实很多东西都听过了 灵性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令我惊喜的 听来听来都是那些东西 只不过是不同的工具 是SS Consciousness 还是Reiki 还是NLP 还是Hypnosis 其实那些 每一样东西不同的 符菲 或者是水晶 或者是阿庄灵摆 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OK 但是如果每一次 我学到一样一个点子 那我就发达了 或者比如说 我比较喜欢学什么 就是跟Ben Lai 他们的年轻人 去学网上的营销 譬如我做S30分享 我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跟上一堂 学了一些很少的technic 两三个technic就够我发达了 现在每个月都收到YouTube的钱 就不多 越来越多 由几百元到一千多元 二千多元 三千多元 四千多元 五千多元 现在去到五千多元 可能下个月就六千多元 这样 这样 非常之鼓励性 好了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空杯的状态 因为我见到很多人 去学东西 经常都是 我知了我懂了 听过了 这样 懒吊 这样 这样你学不到东西 OK 好了 第四集 你是斩柴的 他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聊一天 他决定把他的羊和你的柴交换 于是你有了羊 他有了柴 这个就叫什么呢 等价交换 不要看不起 任何人 天生我才 哪有用 这个我也有的 有时 有时不多的 一次两次 就是 譬如有人来上我的某某班 然后他又非常窮困 他就拿去公司的产品跟我换 他就用最低的价格 然后就换我的 因为你不是给真银 我当然不会跟你等价 一般来说 如果你不是给钱的话 就要给120%至150%的货 假设你的学费是一万元 现在你用一张机票来和我换 那你就不能够用一万元的机票 换我一万元的货程 你就要给到一万二元的机票 另外加三千元的酒店 就变了一万五元 才可以换到一万元的钱 因为不然我会宁愿要钱 这样 这个叫等价交换 好了 第五集 第五集是什么呢 又是了 故事又来了 你是斩柴的 他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聊一天 他把他的羊的顾客介绍给你 你把你买柴的客户介绍给他 于是你们各自的生意愈做愈大 明白 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会有大家客户的 我们很多 我们都会很多 现在暂时 相对比较少 很多时都是我们介绍客 给我们那些备访 但是客人就比较少 介绍别人来入会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都要改一改 就是不Win Win 所以我们 为何我们很干 很削呢 就是 因为我们不断输出能量 不断去造就别人的生意 但是没有什么人造就我们的生意 所以我又要去找生意 我又要造就别人的生意 所以我很多时候 为何我这么累呢 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我要开始要改改的规矩 好了 第六集 你是斩柴的 他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聊一天 你们决定合作 一起开个敲全羊的店 你的柴敲出来的羊很美味 他的羊純天然的 几年后你们的公司上市了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这样 好了 这个就非常之美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四川的这个 腊肉是非常之好吃的 当然如果你是吃素的 你是Vegan的 你是吃山的 可能你觉得很噁心 为什么四川的腊肠腊肉特别好吃呢 因为他是用这个长白山的 这个 四川的黄木 我听过是第二种木的 不过这里说黄木 黄就是黄帝的木 黄帝的黄 就是分出来的 所以非常之香香的很重要 一般来说 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 做女儿的时候 你怎么会吃肥猪肉的 一看到就走不走 但是它是好吃 所以如果你的柴是 有一种特别的柴 特别的木 然后它的样子是纯天然的 因为那天有一次见到门口 在佐敦有个店铺可以这样写的 羊是吃白草的 所以基本上羊是很有益的 我就因为这一句 入去帮衬了 因为我还没吃全素 我是在走那条路 我希望有一天我吃全素 现在还没得 所以有时候 两个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人 在一起 譬如我和Tony就是 我和Tony 其实除了是相聚 我很喜欢做相聚 他就很喜欢看相聚之外 我们没有什么相似的 也不是的 不可以这样说的 我们很有诚信 他有诚信 我也有诚信 我说得出了一道 他也说得出了一道 然后跟着 我们很多观点上的角度 他很像的 但是他是男人 我是女人 他是结婚 我是单身的 Tony是打木人行出来的 我就是学院派的 很多东西不像 但是 如果你找到一个和你是很自同道合的人 然后大家可以发展一盘生意 那Tony 现在我们发展了很多生意 相聚是我们一起发展的 然后相聚里面的shopping mall 我们一起发展 然后shopping mall 然后下来就会有广告部 广告部一起发展 那些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财路 那好吧 总结版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面对同一件事 心态不一样 结果就会不一样 很多人是忙于眼前的小小的利益 也有很多人 在清静的世界里拥有单纯的灵魂 就是那是怎样的安宁和充实 比虚荣 比虚荣 心更喜悦 我觉得说得非常对 我遇过很多很多人 还有有时相聚都会 都会出事 有时嘉宾想要访问做 就见我的时候 哇 就装到好像一个白衣天使 然后跟着就拍摄了 然后 之后才发现原来 都是这个 又不至于狐狸豺狼的 但其实只不过生意人 都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的 很spiritual的人 但是我已经被人骗了 是我也会坏的 我坏过几次的 所以你看到有些节目 是落了假的 后来发现 哇原来人家是坏人 那当然快点出去落假 不然我的名字 会被涂污 真的会被尖污 所以这几个场景 就让我们知道 同一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角度去看这件事 我说过 其实 来着的日子 香港会有些困难的 有些艰难的 但是每一件事 有危就是有机的 只要你的服务做得更加好 只要你的服务做得更加好 就变成了你会更加突围而出 譬如说现在 外面的能量一般来说 都是低沉低迷 和比较黑暗的 但是 如果你保持你的正能量 譬如我们 保持我们的正能量 然后不断发放正能量 发挥正能量 你就会吸引一些 想要正能量 不是吸引一些富的人 不是正负商级 而是吸引一些 很想要正能量的人 来到这里 然后你搞一些很开心的东西 无论是身心灵的生意 甚至乎我们和一些 做水机的合作 他们都一样 我都说你有场就行了 搞一些活动 就可以招揽到很多 正能量的人 如果那个人本身正能量 他会更开心的 无论是去买东西 各样都会更加好 那你不休做 因为现在外面大部分的生意 很多人是 服务态度真的很差 简直是 难以明了 我还是在用好种子 都是大部分时间 我都是遇到好人的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的话就给个like我们 留言分享意见 按钟仔 看广告一分钟 为什么看广告一分钟呢 就是你看广告一分钟的话 YouTube会派一些 比较有质素的广告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收到 YouTube的广告费 这样 转载分享 以及快点加入 我们参加一台成为会员 那我们很快 接下来就会有很多 更 11月就会正式 我们用我们的apps 但是都可能要一些时间 才会用得顺 那你不要预计它 一开始就完美了 12月呢 我们又开party了 那如果你来过 我们相聚的party的话 譬如说我们去年6月1号 今年6月1号 然后今年的中秋节 我其实呢 出了名 搞party是开心 大家都很开心的 OK 好 说到这里 拜拜